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地产世界,我是陈思蒂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外国人在美国买房必须了解的地产税法 作为一名住在美国的外国人,在美国卖房时需要缴纳的房地产税,你知道是什么吗? 外国投资房地产税法 住在美国的外国人在出售他们的美国房地产时需要服从FREPTA,叫Foreign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Tax Act 外国投资房地产税法,而交换相应的税务 当外国屋主及没有绿卡获得公民的中国人在美国卖房出售自己的房地产时 除非你符合FREPTA的税务豁免条件,否则可能会被要求预扣销售价格的10%到15% 作为预扣资本利得税,再不包括周税 如果售房价格低于30万美元,这不会被预扣税务 但如果房价销售价格高于30万美元,但低于100万美元 并且该房产被用作住宅,那么监管公司必须在成交货户结束后 向外国卖家扣除相当于销售价格10%的金额 那作为住宅使用,如果销售价格超过100万美元 无论其用途是什么,瑞士或者监管公司呢 必须代表买家从外国卖家那里预扣相当于销售价格15%的金额 从外国卖家那里扣留的资金必须由买方的瑞士或者监管公司代为保管 或者在成交后直接借给税务局 如果买方为了通过律师或者监管公司扣除并汇除预扣税款 有可能会被要求负责支付外国卖房所欠的任何税款 以及利息和罚金 如果外国卖房预期在销售中没有印税收益 那可以在成交前向美国国税局申请预扣税款证明 以取得预扣税的豁免 如果外国卖家的最大资本收益税则预计低于规定的预售款额 那么外国卖家也可以在交易结束前向美国国税局申请预扣款证明 以获得允许预扣款低于10%或15%的归零 通常需要两但三个月的时间才能从RS税务局获得预扣证明 出售房产的外国投资人必须在交易完整的隔年报税 私报出售投资房产的所得租金和其他收入 以及各项支出 并且要求预扣金额超出税金的部分 在国税局确定外国投资人所有税进度交纳以后 只将多余的金额退还 我是陈森迪 美国注册地产经济商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美国地产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